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各位大德 各位爱花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唐朝的诗人王维 他有一首诗 他说 人弦贵花落 月静春山空 月出金山鸟 十明春见钟 那我们知道呢 王维的这一首诗呢 他有非常深的一个意境跟禅境在里面 好 那我们慢慢一边插花一边聊 那我们今天呢 要插座的这个作品呢 我们以花跟水之间 花落衰平易至咸 这样来表现 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意境跟趣味 那首先各位阿花菩萨先欣赏一下我前面的这个花器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花器呢 其实呢 最早陶一家设计它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花器 它也是一个泡茶的一个湖城 也是一个像我们所称的茶海 那但是呢 它上面呢 设计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脸蓬巢 虽然它是方形的 可是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呢 上面有一些 像我们那个莲花结成脸蓬之后的孔洞 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来做创作 所以呢 有了这些创作之后呢 第一个它可以在上面 有一个倒水的地方 然后有一个变化 所以很特别 好 那今天呢 我们来做一个 有一件就是 比较特殊的一个作品 因为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 因为有一些因缘 所以有一些奇木 那我想呢 这些木头呢 都是我们平常插画的人 非常喜欢的 那各位首先欣赏一下 我现在手上的这一只木头 其实呢 这些都是一些干掉的薄枝 薄的树枝 那我们常常会运用它来 做在我们的作品的上面 好 那我试试看呢 我把它架起来 看看哪一个角度 好 我们试一下这个角度 看一下 好 然后呢 因为它不是这么的工整跟平整 所以呢 我在这个下段的部分呢 我用一个木头 帮它卡一下下 好 我们把它卡一下 好 我们利用两块木头之间的一个接缝点 把它卡住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块木头 这样卡住了 但是我怕它会滑动 因为怕它会滑动 所以呢 我稍微做一点点的固定 比如说 我在侧面的这个地方呢 我用铁丝 把它做一个固定绑住 不然的话 如果说我们是在现场插座不移动的话 那它这样子是非常OK的 可是我们等一下要随着这个插座呢 做一些旋转 所以呢 我把它稍微的绑一下下 我把它有一些 彼此之间的一个 有一些缝合点呢 我把它固定一下下 所以我用了铁丝 把它绑住 那这样子它就比较不会滑动 好 我们试试看它是不是很稳 好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两个枯木呢 把它固定住了 好 它会这边比较重 所以它会向一边倾斜 所以我微微的把它移过来一些些 让它的平衡点 中心点比较好一点 好 那各位阿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哇 这个木头所形成的这种 那个俊俏之美 所以有时候呢 这些素材呢 在我们擦花的人来运用它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特别 那你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呢 它都是很好看的 好 那我现在如果说 以这个面索的正面来擦座 那我今天要用的第一个花材呢 是这样的一个松枝 好 那这支松呢 我让它是好像感觉上呢 是那个鼓松枝的感觉 好 那我试试看从后段 往前 好 往前 然后它刚好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木头的这个空间呢 好 我把它卡住 因为这个木头呢 它也有 会有一些孔洞的地方 那我们试试看 把它做一下下 是不是彼此之间有些地方 可以有一个拉力 把它固定住 好 因为我希望呢 使用很自然的一个 花材本身的自然的形态的构成 来用它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 嗯 这样子是比较低一点点 几乎是快到 脸蓬槽的这个面的感觉 好 我再试试看 它能不能再立起来一些些 好 好 那 如果说要到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好 我在后段的地方 再用一个铁丝 帮它做固定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些花材呢 其实都是 非常的 难得可贵的 像这支松呢 也是这两天在 剪那个大支的松丝的时候呢 有点重叠的地方 我把它剪了一支下来 平常因为我们都很疼惜它 好 所以呢 我再给它加了一支的铁丝在后段 好 那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跳过这一个盘面 让它是这样子 以着这个树干出来的 好 那各位阿华卜萨 现在可以看到 哇 这一支松呢 从这个中间呢 这样一出来之后呢 所构成的那个形态就很美 好 把它稍微修紧一下下 好 现在这样看起来就 非常的特别了 那整个前颈的感觉 好 那我在后颈呢 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松 各位阿卜萨可以看到 我接下来有一支这样的松 好 我也是把它剪一下下 让它从后 好 那我们刚刚谈到 在这个湿中呢 的这种残颈 好 那我们看一下后段 加上这个松之后呢 它的后段的感觉 也是很有深度 很漂亮的一个 空间的一个感觉 好 然后呢 我在这个侧面的地方呢 我再加一点点小叶子 好 来收它那个下段 好像表现那个 各位阿卜萨 现在可以从这个 嗯 木头跟这个植物之间 所形成的一种美感 去体会到 中国园林的时候 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要有胎石 为什么要有那个太湖石 或有一些石头的构图 就是因为呢 这些好像那些花财呢 植物呢 它是从这个石头中 或石壁中 或那个山壁中 伸展出来的感觉呢 那个生命的力道 跟感觉是特别的好的 好 我现在加一些叶子在前段 好 那我们就可以感觉出 好 您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到 它那个意境跟感觉的不同 好 那我们欣赏一下 好 现在我把下段的部分呢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 尤其是这个角度 各位阿华菩萨现在可以看一下下 好 它虽然是一个后井 可是呢 我把它喷点水 虽然是一个后井呢 可是我们会感觉到 它整个的那个生命的感觉 好像在那个山壁啊 石壁啊 或者山峰里面呢 那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植物 生长出来的感觉 那这样的植物会感觉上 是特别有生命力的 好 那在擦完这样的松以后呢 我加一支我们这样的一个 台湾的石壶兰 那我们台湾的石壶兰呢 跟蝴蝶兰一样 都是很美的 好 我在这个角落的地方 加一支这样的一个 蓝草就是这个兰花 好 各位阿华菩萨也可以欣赏一下 这个整个从这个侧面 一直到正面 这个整个意境的一种美感 好 那我们看到这朵兰花呢 它在这个作品上呢 感觉上在这个山谷里面的感觉 尤其这一个整个枯木 所形成出来的感觉 有点像那个山谷 空谷里面的幽染的感觉 好 那我们在擦完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还是一样 可以再加一点点 像这样的青苔 那在我们的花室呢 会有人专门栽培一些青苔在卖 那有时候呢 您可以 运用一点这样的一个青苔 好 我在这个上面 加一点点这样的青苔 好 然后在侧面的地方呢 好 我旋转看一下下 我可以加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 其实今天呢 这个整个山壁的感觉 非常的美 而且非常的好 您看看这边这个角入也是一样 非常的好看 好 然后在 我可以在这个花旗的边缘上 我也把它加一些些 这样的感觉 好 那加上这些青苔呢 就会感觉上特别有一种自然元气的感觉 那我们刚刚呢 借有在欣赏王伟的诗 是人嫌桂花落 那夜静春山空 那夜出金山鸟 十明春见钟 在这样的诗的意境中呢 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 中国古代呢 很多人很喜欢身居在山里 就是因为大自然呢 会带给人很多的快乐 不管一花一草 一石一木 这个都呢 带给我们很多的 赏心悦目的感觉 好 那我们在插完这样的一个山井之后呢 我们开始来表现水井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可以有山井 那也有水井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这个山井已经很漂亮了 好 然后刚好我们应用这样的一个 连蓬槽 好 那我们可以像这样的一个小莲花 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们也常常觉得说 莲花非常的轻力脱俗 好 然后我们可以在下段的地方呢 放一点这样的小莲花 好 我们再加一支 这样的小莲花 所以古人说呢 一池荷花依五净 那树树收花时有余 好 那我们今天借由这个莲花 好 我把这个水再加高一点点 好 因为只要插到水深的植物 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需要水的这种感觉跟空间 好 这个 好 这一支是一朵这样的一个莲花 好 因为我们今天的松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莲花也没有办法插到太高 好 然后我把这个莲花的叶子呢 好 放在侧面的地方 好 我们待会呢 再把水再加深一点点 它就会比较够 这个空间 好 我把它向后移 好 这个叶子有一点点的大叶 好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莲花的叶子几乎需要 几乎全部都泡在水里 好 除了 好 我再加一支的 因为 有几朵很美的这个小莲花 好 我们再一支的 好 如果说莲花的叶子太大的话 像这个是水晶莺的叶子 这个叫水晶莺 那我们把这个叶子呢 也可以用一点点小叶子 来配衬在莲花的旁边 因为它这个洞有大有小 加一点点叶子 好 OK 那我们不要加太多的叶子 待会我们加完水之后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 碎莲的叶子 我们古代的诗人也讲呢 一池荷花依无尽 素素松花时有余 那刚被世人之住处 又于茅屋入身居 那今天呢 我们借有这样的一个 花落衰平易字贤 然后加上松 然后加上这个莲花 然后形成一个山景跟水景的一种美 那我们刚刚在欣赏 王维的这个诗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很深的感受到 因为在中国历代的诗人 很多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比如说呢 我们知道唐朝的大诗人李白 我们称他为诗仙 因为李白的诗呢 像赫之章读了李白的诗以后 他说这是天上的星辰下凡到人间的 那我们在读杜甫的诗的时候 我们称杜甫为诗圣 因为杜甫呢 爱乡爱国爱家 然后他对于国家跟妻子家庭 有很深的一个情感 所以我们称他为诗圣 那我们称王维为诗佛 因为王维的诗中呢 带有非常深的一个禅境 而且呢 王维呢 他自摩羯 那那个叫摩羯居士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王维也是一个对于佛法有非常深层的一个修养的一个人 那其实王维呢 他对于佛法有这么深的一个学习呢 其实是来自他的母亲 因为据古书的记载呢 王维的妈妈呢 崔氏呢 从年轻呢就贺衣 殊食 也就是说穿很朴素的衣服 然后都是吃素食 然后辞戒安禅 就是说他辞非常清净的戒 然后很安定在自己的禅法修行中 所以也因为王维有一个这样的母亲 所以在无形的教化中呢 就影响到王维 他的思潮 他的思想 所以我常常也会跟我们很多的同学分享 我们做母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怎么样把孩子教育得很好 那在这个佛法的持悲 喜舍的事无量心中呢 把他随时在家庭中运用 那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 就会是这么的与众不同 那我们在刚刚介绍了王维这样的一个师佛 他在很多的诗句中所呈现的一种禅的意境 那其实呢 他是其来有致的 因为王维源自母亲吹士的一个教导 所以呢 曾经有诗人呢 能够曾经赞叹过王维 说王维的诗是 明日水谷寒 天雨出妙香 所以呢 我想一个人的出臣脱俗 都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历练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插作一件比较小劲一点的作品 那各位爱华菩萨呢 首先可以看到呢 在我前面的呢 这是一块龙眼的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龙眼的那个木炭 那因为呢 我们很多泡茶的人 他们非常的讲究 也就是说 平常呢 即使泡茶要烧水的炭 那都需要是 像这样子龙眼的木炭 那据说呢 这样烧出来的水呢 就特别的好喝 所以呢 像这样的龙眼木炭 有些时候呢 我们就会去买它 不过呢 我自己倒是到现在 还没有试用这个龙眼木炭去烧水 但是呢 我倒是可以用它来插花 所以各位爱华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用了一块这样黑色的木板 再加上一个这样龙眼的一个木炭 然后呢 我再来放置花器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我手上的这个花器呢 它是有一点点贝壳的画石 那可能很多爱华的菩萨 常常会看到 我有一些很奇特的花器 那其实呢 这些花器呢 我都是在我住的三角下 那我住的三角下 有一个花室 然后花室里面 有一些很可爱的 一些种花的人啊 然后卖花器的人啊 卖花的人 那因为我平常跟他们都 感情很好 相处得很好 所以每次到了他们那边去呢 他们就会拿一些花器给我看 那其实呢 都不是很贵 那他们跟我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他就跟我讲说 这个画石蛮特别的哦 那各位可以欣赏一下这个画石 它是好像那个长时间的 石头跟贝壳之间形成的一种感觉 那很特别 那平常我也不常用它 不过呢 我们今天借有这样两个贝壳的画石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色彩度是非常的沉的一个色彩 好那我来加上一点点的 像这样的海芙蓉 那这个海芙蓉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知道是海边一种植物的根部 好那加上去架上去之后呢 好我们就可以 又形成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 好那这块海芙蓉呢 我想要让它有点立起来 可是各位知道呢 这个海芙蓉它是非常的硬的材质的 好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呢 让它直接的插在剑衫上面 好因为如果你要很用力的 去把它插在剑衫上面呢 它就会把剑衫给 甚至很用力去压它的话呢 那剑衫就会被你压坏掉了 好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应用一块 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枝梗 比如说呢 我现在把它加一只这样的枝梗 好那我把它钉下去 钉在我的剑衫上面 好那我利用这只枝梗呢 我再来把我的海芙蓉 这样架上去绑上去 好那我用一只22号左右的铁丝 好把它折一下下 固定起来 好 OK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海芙蓉呢 就被我架起来了 好那我在这个上面呢 我放一点点的水 来加在这个作品上面 好放一点点的水 那其实呢 这个花艺的创作呢 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是 是一种享受 也是很愉悦的 那这也是呢 我们东方的插花 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它跟西洋的花艺呢 会有一些的不同 西洋的花艺会把它当作是一个 空间的展场的设计 或者是一个商品 可是我们东方花艺 常常都是用来移情养性 修身养性的 好那各位阿花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两颗这样的玛拉巴粒 好那在之前呢 我们也曾经介绍过 因为有时候在夏天呢 有些素材呢 它不容易取得 然后就算取到了呢 它也会蛮容易凋谢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玛拉巴粒呢 它非常的坚硬有力 然后呢 它的构图也很漂亮 然后它的价钱也很便宜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玛拉巴粒呢 来插作在这样的作品上面 好那我们插一插之后 如果你想要再把它种起来呢 我们又可以再把它种起来 好我先把这一颗 因为它有一个根部的地方 好所以这个根比较多一点 我把它放在这个剑山 大一点的地方 好然后呢 这一颗呢 它有一个比较细的根部 我试试看 它是不是可以直接放到 放进去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两颗的玛拉巴粒 它很奇特的一个造型跟感觉 好那这个玛拉巴粒呢 在我们台湾呢 也很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好因为它的名字有个例字 好那所以呢 如果有人呢 他有做他比如说他开店 或者开张啊 或者他们做生意的人 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 或者公司行号呢 或者是商铺外面呢 那放一颗的玛拉巴粒 那这个花呢 它也非常的好种 然后叶子也很干净 所以在台湾也是受到很多人喜欢 好所以我们用了两只这样的玛拉巴粒 来做上下呼应的感觉 好然后呢 接下来各位阿卜萨可以看到呢 我用了两朵 色彩非常鲜艳的这个百日草 那因为呢 这个花器呢 跟整个感觉呢 是这么的深沉 就是说 整个我们这个花器 这个贝壳石呢 它是很深的一个黑色 然后我又用了一个木炭 来做架高整个作品 让它有高低的不同的感觉 那另外呢 因为再加上这个玛拉巴粒呢 它也感觉上非常的刚硬 所以呢 我在加这个花的时候呢 我用的这个花呢 用的颜色呢 就让它比较特别的明艳 颜色特别的鲜艳 好那我把它轻轻的擦一下 好 好那如果说我们有多余的小叶子 就可以在下面补点小叶子 不过今天我们就这样很简单的 用两朵 那如果说您觉得后段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剑山呢 它的后段 我们也可以再加一朵 这样的一个小朵的 让它后段看起来呢 也蛮美的 那我们知道呢 这样的花呢 我们平常把它称为茶花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是在喝茶品名的时候 那所运用的一个小花 那有时候呢 我们也把它称为茶花 那所谓称为茶花呢 就是因为藉由花 那在插座的过程中 怎么让自己明心见性 那藉由在这个赏花看花中 去体悟自己的真心本性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放在我们的茶室 所以我们也称为茶花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件大作 跟这样的一件小作 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想花艺的世界空间 是非常宽广的 大有大的美 那小的作品呢 也有它这种含蓄内敛的一种意境 那愿此香花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复化隆天 普勋众生 供入佛制 阿弥陀佛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华波 护名社团法人 台湾燃灯功德会 华波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失时 要供焉供 新逢端午佳节 佛教慈悲至业 花莲分会 旗见消灾超见 祈安法会 恭送大佛顶手 愣严经 恭请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 6月8日星期六 至6月9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 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法会现场备有 吉祥诉众甜品 与大众结缘 敬邀菩萨参与薰席 同山法医 共睦福恩 新逢秦兰菩萨圣诞 佛教慈悲至业 三星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88佛鸿鸿宝灿 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战行法师 战宏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 6月18日星期二 时间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 佛教慈悲至业 三星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薰席 同山法医 共睦福恩 您看过鱼儿自在水中游 鸭儿悠闲汽水中的美景 想想当时的心情 如果它们都变成副中物 您的心情觉得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本歌axy 转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